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胖子川 上两节课我们讲过了财格的取法和定格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官格的取法和定格 官格分为正官格和偏官格 偏官格的后面我们来细长 咱们先把四级神的格局长完 那么我们来看正官格 先讲第一点 官逢财生 官特别的喜欢财 他喜欢财干嘛呢 生他 支助他 因为孤官无福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当我们一旦看到正官的时候 就要看有没有财来配 或者看有没有硬出现 当然正官最喜欢见到的 首先还得是财 因为财能生他 其次才喜欢硬 因为硬只是保护他 而且硬这个东西如果太重 就会泄光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见财 财官财官 官财官财 生官发财 这两个往往是一块说 而且财和官 一个是养命之源 一个是荣华之本 这两个都比较重要 而官奉财生 他特别忌讳见到什么呢 其实最忌讳见商官 因为商官一来就直接破格了 商官见官是非常不好的 他会直接克了这个官星 而且官星在月令的时候 还特别的怕冲 官星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娇气的 你别看他是官 听着很威武 感觉是当官的 但是你可千万不要把它想象的 那么大的范畴 官这个字 他特别的怕冲 特别的怕行 也特别的怕穿 这个字一定要保护好 官格它本身就是很脆弱的一个格局 而正官配印的作用啊 就是指的 不是正官特别喜欢见印 而是你命局遇到了商官了啊 那这个时候呢 配个印就能处理一下这个商官 这个就叫正官配印 而不是说 我们就一定要希望见到正官配印啊 它的作用啊 只是希望你这个印能替我做事 就是能保护这个官星 当然了 时辰来了怎么办啊 其实时辰来了 也一样字 但如果形成了 销身夺食怎么办啊 那这一点啊 其实古人是有说法的啊 他们认为啊 这个所谓的销身夺食啊 只是单纯出现的像 而不是说放在格局里面啊 说这个正官配印不好 官用财印啊 上面是一个财一个印 如果这个财又见到了财又见到了印 那太好了啊 财来升官 同时啊印来升升 又去护官多好啊 要知道往往啊 官格升都是比较弱的啊 升比较弱的情况下呢 特别希望有升服的时升在 而服升的东西啊 就是印 印这个字啊它非常好 它既能够升升又能够护官 而且一旦硬透干 就算来的大运是商官的运啊 那么这个印星呢 还是可以去克商官的 使这个格局啊 达到了保护 所以说啊 印星既能够护官又能够升升 就非常好 同时啊 财星啊 又去源源不断的资助这个官 这样的官啊 相当于有两个下属 一个是财臣 一个是印臣 这两个大臣啊 来辅佐这个官星 这样的格局匹配呢 就非常的成功啊 能使格局呢 不受损 特别是那种孤官无福的情况啊 大运流年啊 见到了柴和印 有帮扶制化的时升出现啊 这个官呢 就不是孤官 就是比较锋马的官了啊 而你的命局呢 也就受到了保护了 最后啊 这个官杀混杂的问题啊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个不是格局 这是一种现象啊 就是啊 配到正光阁的时候呢 往往出现杀来混搭 总之啊 官杀混杂 一定要去杀留光 把光护好 留下这个光 然后呢 把杀除掉 也就是说 一定要制服这个杀 然后呢 这个光样出来啊 千万不要让杀来混光 弄得整个格局呢 就变得非常的混杂 特别是关于 官杀混杂的女命啊 我们都知道啊 那婚姻肯定是不太好 而光杀混杂的拿命啊 如果没有制服 杀这个字啊 往往还容易去坐肩放磕啊 还容易出现啊 灾难 好了 那关于正光阁的一些知识呢 今天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我是庞泽川 我们下去啊 再见